帖畢 我們主辦單位 各位 红秘书长 葡萄氏 呃 黄社长 张顾问 呃 各位先进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呃 我特别特别感到高兴 因为这个 我追随很多长官 啊 这个共事 共同 来处理很多的事情 那么刚才 呃 我们主办单位特别介绍 我有一段在新闻局 担任副局长 我的局长就是邵云先生 那么也承蒙他 其实我们两个没有什么直接的渊源 但是因为 我那个时候在行政院做第一组 主办很多工作 跟邵局长有关系 也经常有机会交换意见 那么他就 向我们国防院长 啊 请求 要往到新闻局去做副局长 那么以一个读法律的人来看呢 这个 恐怕不一定能胜任 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 没有 几乎没有任何的渊源的地方 啊 是不是可以做下去 啊 但是我真的很幸运 得到我们邵局长 全力的授权支持 让我在新闻局的这一段 也能够为社会 为国家 啊 做一点事情 所以 这个 知道 我们邵局长 啊 要 这个 啊 开始 对整个系列 我们媒体公器 对社会 对国家的帮助 那么 要开展 这系列的第一场 那是第一场的演讲 我们看到很兴奋 那么 也觉得 一定要来 啊 特别 向大家报告 那么 向邵局长 致意 啊 那么 啊 邵局长 是一个学者 啊 他是政治大学 外交系毕业 后来到美国 在芝加哥大学 得到历史学的博士 那么 也在美国的名校 啊 包括圣武大学 包括马里兰大学 啊 国担任教授 或者 叫 客座 教授 那么 在我们台湾很著名的一个 啊 研究单位 就是政治大学 国际 关系研究中心 担任主任 那么 大家也知道 啊 后来 就被礼聘 出任 我们新闻局的局长 那么 也在 我们驻美 啊 应该是属于 这个 大使 啊 就是 啊 北美事务协调会 啊 反正 啊 主任委员 啊 啊 这个 啊 啊 这样的 重要的工作 那么 啊 后来 又回到学校 啊 啊 在文化大学 啊 啊 来 讲课 那么 啊 啊 又被 政府 啊 所重用 啊 担任 啊 啊 这个 公共 广播 电视集团 的 董事长 也是 公共电视的 文化 基金 会 的 董事长 那么 这个 公共电视呢 也是 当时 我追随 少局长 我们 一起 啊 去 沟通 协调 把它 创办出来 啊 那么 我想 公共电视 今天 啊 能够 占有一席之地呢 我们 少局长 的领导 应该 是 算 最 要 的 功劳 啊 啊 让 呃 所谓 的 小众 啊 啊 但 都是 高 水准 的 啊 的人 能够 啊 啊 给我们 啊 为 会 带来 更 多 正面 得 影 ups 啊 那么 说 的 魔忠 啊 dir 上 り 我忧 啊 啊 模 distributions 啊 啊 consultant 呃 ah り 啊 也 給 我 这 个 而 麽 啊 能够 啊 啊 刚才我们这个主办单位说文笔很好 那么很多的著作 他最近一个很大作 是把他见证这个近代的一些重大的事项 做了很深入很详尽的介绍 好像这个少佬普世丹博学读文 而且文笔非常的好 这个口才也非常的好 这个龙金人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想我今天感到特别的高兴 也想大家介绍主讲人 我们在新年头就年轮 希望能够过去 我们有一些好的成就 未来我们更应该要 能够更加的发展 祝福大家 正常的愉快 我们能请大力 谢谢大家 好 大家感谢 主持人 廖部长 宏秘日郎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我一生是学国际关系 学历史 可是一直跟媒体脱不了身 这个1987年4月封命到行乐新闻局服务 做了四年半 其中一项的任务就是替公共电视台建台 那么也没想到二十几年以后 在去年的7月 担任了封命出任公共广播电视集团的董事长 也兼任公事 华事 还有客家台 还有宏观台 就是敲伍会所办的一个宏观电视台的董事长 所以最近接到洪军培文教基金会的邀请 谈媒体 公器 社会进步 我觉得义不容辞 一生介入媒体 或者是介入台湾新闻的发展 这么多年 今天愿意跟各位 报告个人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尤其很高兴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是我当年在行乐新闻局 一起工作了三年的好朋友 郑豪兄 事实上 那时候我们在1987年 在88年1月1号 就是开放报警 然后呢 就是两岸开放老兵探亲 然后就是开放大陆出版品 电影 这个音乐 等等的这种媒体 进入台湾 那当然也台湾的电影电视 还有这个广播事业 到大陆去做节目 那这可以说是 再加上 1991年的8月 我们开放大陆记者 到台湾来采访 那两位来的记者 其中之一叫做 叫做范立青呢 大家现在打开大陆的电视 她就是国台办的发言人 一位女士 这些事情 当年都是我跟郑豪兄 在新闻局 这个共同完成的 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国际关系 对法律不太懂 因为解除戒严 一切要依法行政 那么像我们有电影处 有时候会捡人家的骗子 我们有出版处 审核的出版品 我们还有这个广播电视处 也常常要处理 广播电视的很多的问题 这都依据法律 所以我在行政院新闻局 以前没有法规会 所以首先成立这个法规会 那么聘请了九位委员 我还是觉得这个还是不够保险 因为我自己不是法律 所以特别那时候跟郑豪兄 他的行任一组 担任组长 那么我们余果华院长 假如下乡出巡 他要作陪 我因为是发言人也要作陪 所以常常在这个旅行车上 我想他请教很多这个法律 有关的宜兰杂症 他一一的分析的透彻的不得了 我这敬佩之余 我就向我们余院长挖脚 请了到行政院新闻局 来做我的副局长 院长一听吓一跳 他说你怎么会动脑筋挖我的人呢 因为他是院门部的第一组组长 很重要的人 我说院长我也是你的人 所以他来帮我 我们来共和为你服务 哎 院长就笑了 就放人 所以我才有一位优秀的副局长 才能够完整很多很多的任务 所以今天做他来主持 心里很高兴这个 洪军培基金会 召集我才能跟我这个老朋友 我们不常见面 今天能够在一起 非常的高兴 这个大家现在看报 都有很多的意见 比如说这个好像是有的报纸 有特定的立场 或者是蓝或者是绿 所以为什么它有个特定的立场 比如说我们看报 有的报纸好像比较耸动 所谓就是狗仔 专门这个普风捉影啊 报的很多是负面的 一些社会的新闻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 对报纸有些意见 我个人对报纸也有的意见 比如说大家看电视 说是我们的电视媒体啊 太 太 太 楼口 地方化 和是精灵狗碎的事情 什么小猫叫小狗跳 都在那里播 连李安大导演啊 回台湾都觉得有点受不了 看着会生气 所以大家很多的批评 但是呢 解除戒严是已经三十多年 没有三十 将近三十年 那么开放报纸也差不多将近三十年 那到底媒体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是学历史的 要有个对比 我们有个公允的一种看法 大家也许在在座的年纪大的 比较知道什么叫做报禁 但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呢 不知道台湾曾经有过报禁 当然也不知道台湾有过党禁 大家常常很怀念金国先生的时代 觉得社会一切非常的安详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这也是也是对的 可是在安详安定之中 也有些很多的所谓的 大家批评的所谓白色的恐怖 或者所谓冤狱等等等等 我跟大家讲什么叫做报禁 什么叫做解除戒严之前的一个媒体的状况 在解除戒严 在开放报禁之前 台湾有二十九家报纸 每家子准印三大张十二页 报纸的价钱一样 也不能多印一张 那么理由呢是说因为 那时候报纸啊好像非常的 纸张很贵 为了要节省 所以呢 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的纸张来印报纸 那事实上呢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那时候还是一个冷战的时代 所谓匪谍就在你身旁 所以管的是比较严 严到什么地步呢 我后来到了新闻局才知道 因为以前我1983年从美国回来 才知道 才回台湾 那之前才二十年在美国念书教书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这个新闻局 那时候最早是 解除建议后 原来的台湾省警备总部的工作 转移到行政院新闻局来 我们才发现原来在警总时代 他们对尤其是媒体 管制得非常的严格 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 比如说柏阳 有位作家大家都知道的柏阳 他怎么会去坐牢 他坐了好像十一年的牢 他就是有一天他太太在新闻报是复刊做主编 他就翻译为了赚外快翻了一个美国大力水手的一个漫画 大力水手那一天有一张漫画 就一个国王一个小岛 有一个国王有个王子 两个宣总统 那么这个国王有天演讲就说 就讲了 其实那个英文呢 是My fellow Americans 我的美国同胞们 但是他翻译呢 他就取了我们先总统讲公喜欢讲的话 是全国居民同胞们 这些个全国居民同胞们 就是影射蒋忠正先生 那么那个儿子呢 就影射蒋军国先生 这是宣总统 这一下子啊 就关起来 就关了十一年 这个 也许有人会讲 还好他被关了 不关也不会这么成名啊 有些关了以后就在那写书啊 所以被这著作等身啊 反而是红遍海内外的一个大作家 所以有人说坐牢 不一定是个坏事啊 你不是大家都喜欢 最近不是李太祥去世了吗 唱一首的《橄榄树》 这个大家觉得很清新可喜吧 没有人有任何意见 咦不行 在冷战时代 这个 它是个那个 橄榄树 它有个叫什么 流浪流浪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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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的故乡啊 是指大陆 流浪啊 是指在 抗战以来 叫做流浪 在台湾内部啊 不叫流浪 台湾话 叫做飘沛 是吧 飘泊嘛 比如从南部 到台湾的打工 所以这个流浪 不是从南部到北部的流浪 这是特定的名字 是抗战时代的一个流浪 那在1960年代 清理你唱这个故乡啊 远方的故乡啊 流浪流浪 你想回大陆是不是 诶 这个被禁掉了 这个在我们现在觉得 是不可思议这件事情 可是当时呢 因为 时代不一样 所以我到新闻区去服务啊 因为开放党禁的 开放报禁的 开放禁歌嘛 我们因为禁了它 一两万首 不是我们新闻区禁的 是在景总时代 像那个文夏 一位台湾最有名的老歌手 他被禁了99条歌 那歌有什么 因为这些歌 我都不是很熟的 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太久 比如说有一条歌 是不能唱 除了这个 橄榄树 当然后来都开放了 比如说这个 欧阳飞飞 有个叫做热带的沙漠 我倒不太熟 我倒不太熟 结果他因为 啊了一声 他说这引起性幻想 把他禁掉了 这个还有什么 臭霸子 好像说 台湾人生活太苦 天黑黑 天黑黑 这还得了吗 我们是光明 晴天白日之下 拿着什么天黑黑 所以这个禁的一两万首 禁的这个 那为什么会禁呢 它也有时代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这个 因为匪谍就在你身边 你别忘记 1950年代 风雨飘摇啊 中共随时想要解放台湾 学习台湾 所以啊 这个景总对这些有思想性的东西 就非常的敏感 那么还给奖金 这一给奖金呢 那些禁歌的人 和禁书 就更有劲儿 就更有兴趣了 来禁他 因为 那么一禁呢 他给个理由 哎 这个禁的人呢 敌我意识 很好 知道 敌我意识 所以再加上奖金的关系 所以越金越多 当然有那匪谍也有是冤枉 所以这些事情呢 在当时是戒严时期 就是这样子 所以造成很多的冤狱 也造成很多的这种 不应该有的事情 等到解除戒严了 报纸完全开放 我觉得我在新闻局服务的时候 开放 到底要可以印几张 那么中国时报 联合报是大报 一听说要开放报禁 就买了很多的机器 他又想从台北印 以前一个报只有一证一场 所以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必须用开五月快车 飞车 从台北运到中南部去 那现在一听说开放报禁呢 这两大报系 就在台中跟高雄 买了机器要印 那中南部的地方报 一听这个两大报 跑来印报又卖报 他很紧张 因为小虾米都不过大鲸鱼 所以就跑到新闻局来陈情 总之这些事情 我跟各位讲就是说 既然开放党禁了 开放报禁了 我们就不应该再限制 印刷厂 因为在世界文明的国 民主的国家 印刷厂是没有限制的 你有本令 你印多少 你自己有本令 但是受不了 因为以前只有三大章 以前中央日报多红啊 这个 因为执政党的报纸 跟联合报 中国日报都是三大章 谁也不见得输给谁 但是 因为是执政党 所以中央日报那个第一版 那个广告版 是最红 婚丧喜庆都想要到中央日报 他排队的 因为只能三大章 等到一开放报禁了 哇 联合报中国日报 一年一年五六十张 那版面就多了 整个的媒体的生态 就全部改过来了 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那我自己 有幸呢 当年呢 在新居服务 奉命开放报禁了 我觉得这是台湾民主政治 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其实那时候金果先生去世之前 他做了四件 这个划时代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开放党禁 就是民主进步党 在1986年的9月28号 在原人饭店成立 在当时还是戒业时期 是可以取缔的 但是他没有 他那一年已经讲过的话 在国民党中产委说是 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我们也必须要跟着变 所以他就同意 民进党就建党 然后在 在1987年的7月15号 宣布解除戒严 随着四个月之后 就开放老兵探亲 再隔了一个多月 就开放报禁 然后就去世了 这四件事情 是奠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基础 所以李前总统 登辉先生在最近一本回忆录里讲 假如没有金国先生做了这四件事情 他不可能完成了台湾的所谓民主的改革 因为那在当年 要没有金国先生点头拍板定案 是没有人敢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一点呢 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历次的台湾的民调 大家最敬佩哪一个总统 金国先生永远是第一名 这就是 连李登辉先生都说 他是金国学校的这个学生 我就是开放 一开放报季呢 有个新新闻的杂志 他就来访问我 他就问我 你预测 这个报业会不会有垄断的现象 就是大报垄断的现象 我说不会 我说开放啊 永远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因为美国有一个总统 叫做切芬顺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他说民主 会有很多的弊病 有缺点 但是解决这些弊病啊 不是缩小民主 而是扩大民主 他把它搞定过来 好 我们再看今天的报业 大家都知道 在座头看报 有四大报 自由时报 联合报 中国时报 还有啊 苹果日报 这是四大报 那这四大报 你看啊 当然联合报 跟中国时报 大家说是比较偏蓝的 自由时报 是偏绿的 那个苹果日报呢 是年轻族群 妇女族群很喜欢看的 因为很多影剧版啊 体育版啊 美食版啊 娱乐版啊 画画绿绿的 那这有没有垄断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蓝绿 六四也好 这个55也好 这个55也好 你每年投票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去年 这个 这个 不是去年 2008年 马英九当选 他比资比蔡一文多了 他只得80万票 所以这个蓝绿 老百姓本来就是蓝绿 几乎是六与四 或者55与45 所以这个报纸反映呢 非常正常 就是因为人民有这个需要 还有你说 所以这个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加在一起 跟这个自由时报差不多就是蓝绿各版 那还有一批呢 对政治没兴趣 他对这个蓝绿很讨厌 他想看看民生日用的 医师住行欲落的 他就买《苹果日报》 还销了最好 这是一般 尤其是年轻的族群 所以这个报纸今天这个包围亡国 这三分天下 充分反映 真是反映我们的民情 这什么不对呢 比如在美国 这么先进的民主国家 我告诉各位 纽约时报大概是不是 是最高党的报纸 可是在纽约市 他也说卖不过New York Daily News 一般老百姓啊 看的报纸 他没有什么名气 其他国家不会看 只有纽约市在看 可是他的报份呢 有时候不输给《纽约时报》 因为这是反映老百姓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 所以啊 我觉得我二三十年所预测的 台湾媒体并没有垄断的现象 甚至反映很正常的 老百姓地 政治 经济 社会 人生 不同的口味 也是我们当年政府 该做的事情 那我在这一段时间 我刚刚讲 我跟郑豪兄 独裁新闻局服务 他帮我很多的忙 所以 今天台湾的媒体 尤其是报纸 就是反映了我们两千三百万人不同的口味 所以没什么对 也没什么不对 就本来老百姓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讲这个电视 大家常常看啊 我刚刚讲 也是蓝绿不一样 因为电视台太多 太多呢 你说那些小猫叫小狗跳的新闻常常很多 就不值一看就行 可是你要知道 还有比如说是晚上 有时候 就是说明嘴 几个人 坐椅子摆好 就一起住 但是这个呢 制作费很便宜 比较便宜 还有呢 因为电视现在广告量不足 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呢 是有些问题 当你经济发展有问题的时候 你的广告量就不足 大家这一分呢 每个电视台分的都不够 所以现在赚钱的电视台不多 那你要不弄一些耸动一点的 或者是制作成本少一点的 它就没办法维持生存 相反在大陆正好相反 它的媒体是非常不民主 大陆没有民营的 所谓的这个报纸 杂志 或者是电视台 可是几乎每家都在赚钱 因为 它这个经济在上涨 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每个报纸 每个杂志 每个电视台 都赚钱 它是精巧 以前在没有开放报纸的时候 没有开放电视台的时候 那三家比如三家电视台 中市 台市 这个华市 有时候一年发二十四个月的薪水 因为它三分天下 那是我们经济奇迹 真正上荣 所以三台等于一分三分天下 所以广告多得不得了 所以就是发奖金 所以有时候一年发了二十四个月的薪水 现在哪里有 现在没有哪一个电视台会发到二十四个月的薪水 但是现在电视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举个例子说 你们常常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台湾店会转播大陆什么中国好声音 什么歌唱的节目 你去看 现在大陆的电视台所唱的歌曲 百分之七十都是台湾的歌曲 而台湾的这个歌星 几乎红遍大陆 反正在台湾的反正 尤其是稍微不是顶尖的呢 它没有演出的市场 就跑到大陆去 我最近到北京去开会 晚上打开电视 看了也让我心里有点感触或者是难过的一个镜头 就是奇遇跟奇琴 他们是兄妹嘛 在我们是顶尖的两个歌星 结果参加这个一个大陆电视台的一个歌星的歌唱比赛 跟两个非常小咖的一个大陆歌星 而且还在那时候 那个他们故意这个 要隔五分钟才给评判结果 那么非常紧张不得了 我看那个奇遇琴跟奇遇还很紧张 好像怕万一唱不过这两个年轻的歌星 这就是整个的经济的市场的原因了 所以现在台湾很多的电影电视还有歌曲歌唱的 这些影星或者是明星或者是歌星被大陆给挖角去了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有的电视台已经不做节目了 你像中视台视跟华盛做很少的节目 因为你做出的节目呢 假如没有广告进来呢 做一出戏赔一出戏 那干脆我就买了 所以什么后宫甄嬛传呢 什么大长金呢 反正买戏很便宜 它没有制作成本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两岸关系的改变了 以及经济发展的这种改变了 这就造成这个电影电视还有音乐界 都几乎是逐渐在失为 那么因此呢 我最近在跟一些朋友在谈这件事情 怎么办 就今天我们的编剧 我们的导演 甚至我们的很多的这些 这个编剧的导演的 甚至于在这个拍戏的各种人才 全被大陆挖走了 价码一给 都是台湾好几倍的价钱 因为大陆十三亿人口 我们只有两千三百万 所以呢 因此我在想 想要政府能够站出来 号召一些企业主 把这些人才 从导演的编剧的各种的制作的人才 再挖角回来 然后在台湾制作好的节目 再迈回大陆 甚至也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在海外的人口 华人人口上一亿 以前我们说是三千万华侨 五千万华侨 现在包括大陆的移民呢 我们上一亿 而这些一亿的人口 他们在东南亚 也在北美洲 你到北美洲 在美国来讲啊 销路最好的 是世界日报 就是联合报所办的 不是大陆办的报纸 因为台湾的报纸办的比较好看 我想没有人愿意看 这个人民日报 那个里面啥也没什么 人民日报里面没有人民啊 也没什么新闻 因为都是官方的东西 所以世界日报销路最好 大陆的移民都很喜欢看世界日报 假设台湾要是把这些流失的这些 电影 电视 广播 音乐的人才 能够找回来的话 制作好的节目 从两千万三百万的市场 扩大到一亿的海外的环市 假设再有可能跟大陆 透过文化交流协议 再迈回十三亿的中国大陆的话 我们就会赢 那否则你像那个大长津 一个韩国的店面 能够变成韩流 在台湾 在大陆 在日本 在北美洲的华人圈 都看韩国的戏剧 你现在有空 你要有兴趣 你晚上没事 你做个民调 你把台湾所有的 这个有线电视都打开 你算看多少韩国片子 我们自己都很少掰了 为什么 这是媒体 你这些呢 倒不是媒体不长进 是整个的经济 因为你要知道 韩国上是将近五千万人口 就是我们的一倍 它就是我们的两倍的市场 再加上他们历经图治 它的文化产品 所文创事业 我这个 我内人喜欢看韩剧 我是不太喜欢看 我就怕连续 因为一年我怕看上影 就不得了 因为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 又看太多集 后来我不敢看了 所以我现在怕上影 凡是连续剧我都不看 那我太人喜欢看 看我就很烦 我就看别人 我就到大陆去开会 哪儿都有韩剧 有一年跑到乌鲁木齐 我想这次总没有韩剧 一趟还是大场景 所以这次无所逃有天地之间 那这一点呢 我就是觉得我们必须 政府尤其是企业家 你像鸿海这么大的企业家 那就是富可低谷 假如这些企业家 政府找十个企业家 说好 我们要在文创事业 来帮助台湾 从一站起来 每个人投资就是一千亿 哪个五千亿的人 这个叫所谓文创基金的话 把所有被大陆挖走的 歌星影星编剧导演 所以这制度人才挖回来 为什么挖得回来 因为他的薪水也不过是台湾的几倍而已 这没有多少钱 但是台湾为什么愿意回来 第一个台湾是个宝岛 天气没那么冷 你到大陆滑北 冬天去过过看 零下二十度 台湾哪有这么冷的地方 还有台湾的医疗设备好 台湾的教育好 父母退休 小孩子念书 他并不去大陆 要是含着眼泪 到人的异乡 逃一份生活 这个就必须我们自己 要把它挖回来 然后再制作这些节目 今天讲社会进步 本来我来之前给我的题目 叫社会正义 这个媒体 跟台湾所谓social justice 有没有帮助 我跟各位讲 一个社会 有贫富的问题 也有正义与邪恶的问题 这个社会有没有正义 这是非常重要 人活着不是只是吃饭 他身体的健康 还有他的伦理价值的满足 这个正义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常讲的是 不换瓜 换不均 那是贫富的问题 但是正义是一个社会 一个人心社会伦理的问题 我只是叫肖小的一个例子 前两天大家记得吧 有一位叫珍珠男 就是一个电脑工程师 他在那吃什么珍珠米露 什么东西 那一个警察大学的老师 那个老师觉得 他放了一个行李 他一个人坐在那吃东西 一个行李放在他旁边 就这位教授 没地方坐 就教训他 所以你怎么可以把行李放在那边呢 他不禁不听 还吐了他那个珍珠 到这个教授的身上 这家伙当然没办法 这家伙当然没办法 我们看都很生气 这个年轻怎么这个样子 诶 我们这个社会就有一些 好事的正义制度 他们人用搜索 因为我电脑的水平很低 不过他会搜索别人 真搞来搞去啊 诶 就找到了这位珍珠男 他昨天出来了 连声讲了七八次道歉 然后马上他电脑公司 就把他停止了 诶 这就是社会正义 你一个人坐在那里 又吃东西 把行李放在座位上 还有老先生没地方坐 这老先生教训你 你不禁不听啊 你还有些不雅的动作 那这是一个小小的正义 有时候看有的人 虐待猫 虐待狗 这个我看得很生气 我是爱猫的人士 可是就有人呢 会找人肉搜索 把他搜索出来 就给了一个教训 诶 诶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正义 那么一个社会有没有正义呢 这个正义不是只有 政府的法律来维持 来管理 还有社会人心公民 你要善尽你的社会责任 所以一个公民社会 所谓civil society 是很重要的 当然一个社会的 civil society 在我们台湾的社会来讲 在世纪的时候 他们都是差不多的 第一道 社会的这个 一个一个 维持社会 正义的力量是法律 要法律定的公正 第二个呢 就是道德 君子 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并不违法 但是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第三个呢 这种终极的关怀 因为一种对信仰 人心 它有时候不是道德 它是宗教的层次 所以一个社会 健不健康 有没有正义 是法律 道德 当法律和道德 还不能够 管住的时候 就要靠宗教 那这一点呢 台湾呢 我认为做得很好 我们的法律 却常常有不足 因为法律 什么叫法律 法律是当 一个社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开始讨论 社会讨论 报纸讨论 然后经过立法机关 通过了一个法律 可是 当法律出来以后 社会又往前走了 又发生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 是旧的法律 管不了的 还没来得及 又重新立法 怎么办呢 就是道德 我这人不做这样 黑心的事情 但是 你 你 愿意对社会做公益 你愿意做多少的 社会挽救人心的事情 这个有时候不是道德的问题 它是个宗教的问题 你不想拿台湾 我不想大家 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美国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 他以前是个天主教的一个传教士 叫Richard Madsen M-A-D-S-E-N 他是加州大学San Diego Campus的社会学的一个容易教授 他不就先写了一本书 他说叫做 民主的法师 Democracy Damas 他讲什么东西 他是讲台湾的法谷山 佛光山 跟刺激 他说台湾为什么 面对大陆的强敌 这么几十年 国防的受了威胁 文攻武嚇 然后还有这个民主蓝绿的恶斗 社会的犯罪 道德的各种问题 而台湾还能够继续不断向前进 我们没有发生这块战争 什么1958年以后没有 金马炮烈以后没有 我们没有流血的革命 我们没有军事的政变 没有大规模的暴动 为什么 台湾社会 虽然蓝绿在恶斗 中共在那里叫嚣 台湾能够进步 他说台湾的民主能够进步 可是还能够稳定 就是靠宗教 这个法谷山有几百万的信众 此籍也有最少五百万的信众 佛光山 佛光山人很多 假如这些信众再加上他的眷属 加上他的儿女 他的父母的话 台湾大概两千三万一半以上 都是佛教的信众 当然还有一贯道也有 这种宗教的力量 是弥补了法律跟道德 法律的不足以及道德的不章 所以台湾的所谓社会正义 不是自靠媒体 但是媒体做了很大的贡献在那里 像这几个宗教 例如这个慈济 佛光山 法谷山 媒体 他们自己投入媒体的工作很多 媒体报道他们的活动很多 这个就是台湾的媒体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道德观念 比如说一个珍珠男 一个虐待猫的一个人 或者是有社会重大的犯罪 比如说像这个洪仲秋的案子 大浦案 温宁远案 最近的官说案 这些事情是靠媒体在报道 所谓就是风行草烟 那边呢 汇出一股正义的 这个力量和潮流 使得台湾能够稳定 所以 这位 麦森教授就说 台湾的佛教 扮演了一个安定社会 在两岸对峙 台湾朝野恶斗 蓝绿恶斗 它扮演了一个稳定的力量 所以它是民主的 这些法师是为了 帮了民主 稳定了台湾 这是它的一个发现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我们2006年有个叫做红三军 上百万人走上街头 去年有个叫白三军 去说有二十万人 不管是一百万的红三军 二十万的白三军 有没有什么重大的留学事件 我们因为军事的政变 像韩国 那是非常残忍的 韩国两个总统 卢泰裕 还有一位叫做这个 一个卢泰裕 一个另外还有一个 反正两个都坐牢去 泰国政变已经八次以上 每天有红三军黄三军在上街头 但是台湾没有一个政变 这个就是 还有件事情 大家也许在家教年纪大一点 就是说台湾为什么没有留学 就是政治的留学的事件 或者军事的政变 这个我自己因为在1971年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参加过保卫调业运动 1971年的1月4月9月12月 有四次留美的学生参加保卫调业运动 但是1971年的10月 我们被赶出联合国 中共取代了我们 1972年上海公报 尼克森总统到大陆去访问 那是整个社会弥漫的一种 救亡图存的气氛 推出联合国很多的房地产 就是贱卖 叫移民 那个气氛很像 1895年甲午战争的战败 所以一方面就是有康良的变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孙中山的革命 因为康良变法失败 所以孙中山觉得清朝不可为 就革命 事实上假如说 那时候清廷要是真实 要是变法的话 那这局面就稳定下来了 因为它没有变法 所以孙中它在革命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在1971年 72年保卫掉一台运动 退出联合国 美国跟中国签上海公报 还有1972年的9月 日本跟中国建交 我们是内忧外患 假如那时候 的政府就是蒋经果先生 要没有立行十大建设革新 为什么在1970年代的十大建设 这么重要 因为象征的就是 当时的政府 已经逐渐放弃所谓反共大陆 而把台湾当做 一个永远的家乡 建设台湾 因为以前为什么在十大建设 之前没有十大建设 因为那时候一直想反共大陆 回来看那些国际的局势不可远 所以就有 台湾就是所谓本土化 蒋经果先生 马上所谓崔台青 因为很多的本土的 外省的精英分子进入社会 这就是立行革新 就很像当年康宁变法 因为立行的革新 没有走白色的恐怖 所以当时的党外 逐渐起来了 但是呢 虽然经过了美丽岛事件 还有所谓的大省 但是因为有了十大建设 我们的经济起来了 因为立行革新 大家觉得我们国家有希望 再加上科学园区的成立 就是黎国鼎先生 孙云先生 所以比党外呢 只能走体制内的改革 不能走体制外的革命 所以台湾就没有流血到今天 你不管蓝绿怎么对质 今天不会流血 这个是金国先生对 所以再加上到了80年代 随着党外势力的起来 中产阶级的崛起 人民教育的普及 自由民主的浪潮 已经是为大人所接受 所以金国先生 在70年代的十大建设之外 在80年代它就开放党禁 解除戒严 开放暴禁 让你所有的正反的力量 都在体制内和平地改变竞争 假如说反过来讲 假如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 当人民的财富增加 中产阶级起来了 人民教育普及了 欧美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潮 已经流行在台湾 这时候你用白色恐怖 你不准的选举 你关他的党 你抓他的人 那一定逼得所谓党外 就走向流水的革命 它就不走体制内的改革 所以这一点是 金国先生我认为 对台湾社会最大的贡献 台湾就避免了 像韩国像泰国 和很多国家那种政变 军事政变 来进行政治的斗争 但是在这样一个行动之中 谁扮演了一个角色 就是媒体 你要有空的话 大家在座有兴趣 你把1980年代的中国时报 1980年代的联合报 你就看一件事情 你把身份拿出来再看一遍 它都是呼吁做体制内的改革 不要做体制外的革命 所以美利岛事件 是唯一的 几乎是最后一次 在高雄 就是1978年12月 唯一的有点警民冲突的一个事情 在那以后 几乎没有什么 大的这种流血的冲突 那之所以能够把 那时候当然没有2千3万 大概加了2千万人 人心呢 大家归向一个 自由民主体制内的改革 而不是体制外的革命 这个媒体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也许我讲这个 对在座很多人 尤其年轻的朋友 因为讲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不太记得 我们去想一个最近 这十几年的例子好了 公元2000年 执政党 国民党首次大败 是国民党到台湾 执政55年以后 第一次失败的选举 国民党没想到 民进党也没有想到 但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还记得 这个 公元2000年 民进党的选举的口号 就是简单八个字 斩断黑军 政权轮体 什么叫做斩断黑军呢 因为国民党是个大党 老党 在地方势力 都在手里面 党政军 地主 财团 都在国民党手里 就是又黑又金 那时候我们这个 廖主任他做过法务部长 好像我记得你跟我讲过 八百多个 中央跟地方的民意代表 有四分之一是有 黑的记录是不是 就是买票啦 贪污啦 是不是有四分之一 这黑不黑就金 又黑又紧 老百姓受不了 这是我们李前总统 执政的晚年的事情 很多把地方的这些 有暗的 把拉到中央做民意代表 通吃 这很像日本自民党的做法 所以自民党后来也夸了 所以这一寒处斩断黑金呢 诶 很多人心有欺欺 第二个 政权轮体 诶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打过麻将 我虽然不太打喊 但我知道是轮流做庄 怎么你一个人做庄 也做了五十五年 诶 怎么换个人做做看 对不对 这合不合理呢 诶 这个蛮合理的嘛 你总要给民进党一个机会 你不能通吃嘛 那一圈打球比赛 都你赢的我老打败 是怎么运动会 怎么打 所以他这八个字非常精彩 我必须要佩服啊 这个民进党 再加上 连宋又不合 连宋不合 不合也罢 再加上这个宋楚一先生 有个新票案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宋 宋先生讲来讲去 讲来讲就想不清楚 然后不清楚那个媒体啊 电视啊就猛播猛照 每天你看打开报纸 这个媒体就决定了 公英两千年的选举 你又黑金 你又一党专政 英文做庄 人老是陪你打麻将 还老输 已经输了五十五年 你总要让人赢一次吧 是老不信 这个 因为这个斩断黑军政权轮体 这些 这个媒体啊 电视 报纸 杂志 广播 所以没能赢 等到2004年 这个前四年好像的执政也不怎么样 坐庄好像坐庄四年也不怎么样 那时候所有在2004年中的选举 所有的民调 都认为国民党会赢七十万票以上 决定了 决定了两个子弹 这一下子啊 因为我自己 我跟郑浩佑在行政院 我们在行政院当发言人呢 我就很好奇 那个子弹好像是下午一两点钟发生的事情 可是阿扁呢 他都没有出来 民进党没有出来解释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 好像十一点半夜了 在我们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在行政院 他也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有什么大叔是尽早的事 让老婆姓宣布 让大家放心吗 哎 他也不讲 所以弄了很多人睡觉的时候 还不晓得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电人投票 结果从预测 赢七十万票以上的这个连战 又败了 那这个媒体 这就是一种选举的这种操弄 所以 这个两颗子弹事情也解释了 204年中途选举的结果 当然这个两颗子弹 到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这个也是很奇怪 就像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 这个Kennedy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是 怎么死知道 就是那个凶手是怎么回事 到现在也解释不清楚 变成一个悬案 好 到了2006年 突然冒出一个因为贪腐的事情 你看那个洪三军呢 从捐款 从捐款 怎么样慢慢施名得慢慢慢慢搞搞搞搞搞 上百万 风起云涌 大人小孩子老人 附加工主书 学生都出来了 2006年 大家还记得那些洪三军那种场面 那媒体是铺天盖地 在刊登转播 在刊登转播 所以呢 这个美国欧巴马总统 当权总统啊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因为 美国黑人的人口 占美国的整个的人口 将来只有10% 一个只占人口10%的黑人的竞选人 能够打败 占70%以上的白人的人口 的Hillary Clinton 这个候选人 大家说这是二世纪民主政治一个奇迹 一个miracle 但是 你要看看这个 马英九在2008年得到760万票 那也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 因为现在所谓从1949年前后 来台的外省人 各方面的资料大概是120多万人 这120多人呢 到了2008年呢 已经大概不足10% 而这个湖南出生的 湖南的祖籍 香港出生的马英九啊 就是能够打败一个 代表70%以上族群的 一个闽南的一个代表 这也是一个奇迹 这其实绝不赐 奥巴马总统 一个黑人当选 美国白人 白人为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 一个总统 为什么 倒不是马英九长得英俊 也不是因为他的这个 什么 祖籍湖南什么 什么香港 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2006年以来 从两颗子弹开始 引起大家对那两颗子弹的怀疑 到2006年的 红三军呢 整个的风起云涌的 这种反贪腐的 你现在到那个 卡拉格林大道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牌子 叫什么 支持 反贪腐民族广场 还挂在那里 这个反贪腐遗迹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是 你看那时候的报纸 尤其是电视每天 不过 一会儿是 这个 他女儿叫什么 陈 他叫陈 女儿叫陈 陈信 陈信 结果每天都在他的表演 还有他的这个 妈妈呢 怎么样呢 在门内倒水 倒到外面去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八王子 什么日本料理的 吃饭 赵建民怎么样 还有那个什么 他那个 哪个公寓的一个女佣人 什么一个一个 所以每天没门没了 大家每天好二色 都看这些事情 所以 到了2008年选举 马英九七百六十万票 这占多少比例呢 占百分之 当时投票的百分之五十八 你记不记得 李前总统 他是所谓民主先生 他当初 他当选总是 这占百分之多少票 百分之五十四 所以马英九都百分之五十八 比李前总 还要高四百分之八 这什么原因呢 就是个 尤其是这红三军以后 对阿北的这范� nadzieję 他有一种 事无巨细 很夸张的 很细腻的 很嘲讽的 更加上这个名嘴没在 早上白天报纸在骂 电视在播 玩名嘴在骂 就变成全民运动 这个全民谁在报道啊 就是媒体 所以台湾的媒体 公元2000年选取 2004,2008,2012 到2016 媒体的决定 这个 就是 这个媒体对台湾社会的贡献 所谓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正义 不是靠政治 不是靠法律 不是靠道德 不是靠宗教 几乎是媒体的力量 就大家才有个所谓consensus 因为媒体上报道 就有760万人决定投给马英九 好 那现在马英九 这很奇怪 一个现任的总统 我还没看过是低于10% 10%的这个民调 不到18% 走哪说台湾很多开鞋店 一大堆 其实马英九 马英九到底做了什么措施 好像也说不上来 我就不喜欢你了 现在变成 什么十大恶人他第一名 他总不是变成十大恶人第一名吧 他就是第一名 那你想想看这个洪仲秋的案子 这个文林院的案子 这个大谱案子 现在大谱案子大概内容不敢上诉 又闹着天怒人员 又闹着天怒人员 在这白三军二十万人 在这个官说案 从立法院院长跟他们官说这个案子 现在都在五十五十 原来是一面倒 闭闭马英九 现在好像 这个 这个叫什么 Pendulum 就是什么 闹钟那个 叫什么钟摆啊 有人开玩笑讲是钟摆 从左到右 一定从右一左右会到 到右又一定到左 一定是这样子 这个媒体是煽风点火 有的是讲真的 有的是讲假的 反正都有 但你别急 台湾老百姓的眼睛还是血亮的 不是靠大声能够用的 所以 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谈这个 大家对媒体很多很多的批评 我必须要说 媒体对台湾整个社会的正义 社会的进步的贡献 远大于它的负面的 这种大家所看到的 换言之 就是 假如没有媒体 我跟各位讲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以前在戒严时期 大家好像觉得 一些国泰民安 没啥事 不是真实国泰民安 只都在地毯底下 你看不见而已 一翻都出来了 现在怎么做 媒体就把台湾所有的地毯 全部都翻过来了 让你看一清二楚 什么人是个政客 什么是个政治家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邪恶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邪恶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现在都很清清楚楚 所以台湾是一个十足的一个民主的社会 我自己最近到大陆去开会 也引起小小的风波 就是大陆这个一个中央电视台呢 举办一个叫做 两岸媒体前瞻论坛 然后呢它通过了六个局 一个共同决议 其中有几项的看法 有的政党不太满意 我就在大陆 有一个出版社对我最近的一本书有兴趣 但是看完以后他跟我讲 他说少先生你这本书写得很好 我非常欣赏 不过我不敢出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本书啊 从一开始就在讨论这个鲁迅的不对 从对批评鲁迅一直批评到我们共产主义 他说不仅我不敢出 我像大陆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 我就哦我是这样 可是我说台湾就出了 我说为什么台湾可以说你们不能出 他也不好意思 后来我就讲 我没有谈 下一个谈话就谈到什么两岸同意 我就跟他讲 我说推卫先生他姓李 李总编辑 我说你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同意 我马上可以答案给你 他说什么时候 当我这本书可以在大陆出版社就可以同意 因为不民主嘛 我们到大陆去开会 我是一个在学术界待了二三十年 到大陆去开会 最近我参加这个刚讲这个媒体前瞻论坛 我就提出批评 我说两岸新闻交流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政治交流交了一大堆 我说有一件事情 你们就非常没有诚意 说什么意思 我说少某人在过去二十二年到大陆参加二三十次的会议 没有一次我在大陆的发言 被你们的报纸 建筑里面的报纸 建筑里面的电视台 可是你们大陆的学者转到台湾来开会 我们的报纸 电视都转播 我说这才叫做交流 我说你那叫做对台工作 你那不是跟我交流 我是批评他们 所以今天在台湾 老百姓已经眼睛是雪亮的 你不管哪一个案子 慢慢大家大多数都有定论 反映在哪里呢 就反映在第一次主要的选举上 就注意好了 为什么有的党会胜 有的选会败 为什么败了又胜 胜了又败 就是我们选民 但是选民怎么知道很多的事情呢 还是靠媒体 那么最后呢我想展望我们未来 大家都觉得 但是几乎大家都觉得 台湾这个蓝绿内耗 我们立法院打架 占主西台 领薪水不通过法案 我们大家都很烦 所以这个怎么解决这个蓝绿内耗呢 我认为 恐怕也经过我们这个政党政治也选了二十几年 从1986年的民进党成立到现在已经是27年 长不长 其实也不是很长 可是我们等不及了 如果再这样耗下去的话 两岸的消长 历见 像这个韩国是最好的例子 我记得我跟廖部长在我在新闻局两个服务的时候 我记得1991年 我记得很清楚 我举行一个国际记者招待会 1991年我们的平均国民所得是一万三千美金 韩国是七千五 所以我就很自豪地跟我们国际的记者人讲 我说我们的国民所得是韩国的一倍 而且我们的政治的民主是没有流血没有政变的 因为韩国是有的 我做梦没有想到二年之后 他的国民所得并不太多 平均五少 他大概两万二 我们只有两万 当然我们的民主政治也还没有流血 但是其他方面 没有让我们赢过韩国 我记得我在1983年刚回国服务的时候 第一次到韩国去开会 在这一个叫险罗大饭店 就等我们的原人饭店 冬天 从开完会晚上回来 九十点钟回来的时候 在大饭店门口 这个祖坚女郎啊 十八九二十岁很年轻的女孩子 韩国十一二月冷得不得了 冻得脸红了 很可怜 而我做回台湾的飞机华航啊 那个形象都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毛毯 因为韩国比较冷 台湾有些老年喜欢一点毛毯 第二次是鱿鱼啊 韩国的鱿鱼干比较大支 所以 不是这样 所以 现在请问我们的华航 从韩国飞回来 还买毛毯买鱿鱿干嘛 韩国无论是三星 无论是现代 每一样都超过我们 我们不能再内耗下去 大陆 这个以前 样样不如我们 我们现在台上的大陆 看着大陆的颜色 连我们的电影的 电视的 这个 音乐的人才 大量的流失 还包括我们一些学者专家 到大陆去教授 学习比较好 那么怎么样能够不内耗 我就希望有几件事情 最简单 第一个 你这个国家 叫什么名字 在宪法魅改 它就叫中华民国 你一个国旗就那个国旗 你爱他也好 不爱他也好 我们现在年轻人到国外去 都拿中华民国国旗 可有的 在台湾很多的活动 你看不了国旗 一个宪法 一个国家的名字 这个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我们就这么有回来 就像我们爸妈你 就是你爸妈 长得漂亮好 有钱没钱就是你爸妈 现在想革命吗 能独立吗 能建国吗 那么这些 就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我们眼睛向前看 不要再讨论这种果明的事情 旗帜的事情 宪法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两岸关系 你喜欢要你不喜欢也好 你只能维持和平 举个例子说我个人 就对我们政府这个国防预算 就很有意见 我们现在国防预算呢 一年有三千多亿 那有的政来者还不满 也还在身边 我先问问各位 我们真要打仗吗 我当然不愿意提我这个文化大学 有个学生的民调 几年以前 就是问 假如中共武力犯台 你要不要这个 视私反抗 只有65%说不要 这当然很泄气 但是有一点 两岸也打不起 一个是有天然的国防 因为两岸的距离 有一百海里 这是大陆所没办法过来 你知道像西政党在1940年 想登陆英国 他把整个欧洲全部都打平 只剩两岸国家没有政府 一个是苏联 一个是英国 他想先进骨 英国 就是他把海军 他把陆军参谋长找来 那多少万的德军登陆英国 可以打为英国 他说要四十万 就是四十个师 他把海军参谋长找来 你到底能运多少兵上这个英国 我只能运十三个师 因为少了二十七万人 这七难就没办法登陆英国 就轰炸了 就轰炸 没有得逞 而英国 英文海峡最短的距离 只有十八海里 台湾海峡一百海里 只要我们不肯 共享有关 他也明白 而且我们大家都反共 两岸关系交流这么久 现在支持同一的人越来越少 当然支持台独里也有越少 就是维持现状 那这个呢 就我们大家的大家公约书 我们当然也不要反共 也不比台独 就是跟大陆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 只要你不独立 他也不会犯态 但是你要每天 讲来讲去讲得很奇奇怪怪话 他就说就没有办法 所以呢 这个两岸关系的和平 维持现状 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 但是 在维持现状 不是永远的现状 天下没有永远的现状 早有一天 会要面对一个现实 这两岸关系怎么走 我也敢讲 台湾经过三十八年才解除戒严 我想在一九五八年金马炮战的时候 没有想到一九八七年 二四十五居然会有两岸 老兵会叹清 也没有想到现在两岸的每一年 现在大概常住在大陆人口一两百万 再加上眷属口不止一两百万 两岸现在每一个礼拜的包机 直行只有六百多万 这个可以维持下去 但是呢 我一向是主张文化优先 经济第二 政治第三 我认为我们台湾应该更开放的来 跟大陆玩个关系 比如说 容纳 接纳 大批的大陆留学生到台湾来 让人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 当他回到大陆去 他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亲善大使 你看大陆就在做一件寒寒 到了台湾就写着这个文章 太北洋的风 台湾最好就是人 但是我们现在那个三线六部 都是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大陆留学生 我们给全世界所有的外国留学生 都有健保 只有一个地区来的人 不可以有健保 就是大陆 所以大陆很生气 我代表还不如外国人 这个对陆配 也有歧视 也有歧视 我觉得呢 两岸要走文化的关系 像我们这个廖主任 他自己就 他就跟大陆 他是台商服务 做了服务的工作 我觉得这种 人的来往 感情的粗粹 的促进 让大陆人 越多人到台湾越好 让他看我们台湾一个自由民主 很适合 这个呢 会改变大陆的理性 我记得 多少年前 苏联的大文豪 叫做 所有人理性 到台湾来讲 他怎么讲的话 说你们台湾最大的安全的保障 是在大陆的人心 在大陆人心欣赏你的话 他不会学习 台湾 台湾展现的是自由民主人权 香港是展示的经济的实力 还有法治 香港的廉政公署 法治非常好 最讽刺的 1987年11月2号 我们宣布老兵探亲 对不对 那时候 我们这个民调 大概是 说我们是中国人 占半数 说我们是两者都市 大概也三四十 说只是台湾人 对不起 只是台湾人 大概三十 两者都是大概五十 我是中国人 大概也二十 现在 我是台湾人 变成百分之六十 中国人 台湾人大概只有三十到四十 实际中国人不到百分之十 可见交流的结果 我们更肯定是台湾人 因为跟你区隔 所以 两岸交流了将近三十年呢 愿意做中国人 我愿意统一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讲实际上男女 因为物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开 哦 原来我跟你不一样 以前搞不清楚 以前只有民族的情怀 我们烟荒子孙一大堆 就一去那看 这个子孙跟他好像不太一样 讲话也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 最近更讽刺的 最近香港做出民调 1997年的时候 你问香港人呢 你是不是广义的中国人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最近呢不到百分之十六 你看这个回归了 而且越想 广义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他发现很不对 因为大陆人啊 一年前来了两千八百多万 到我们来不到五百万 这两千八百万 香港人把香港人弄到天门地覆 因为香港是个小岛 它本身只有七百万人 每一年有三千多万的观光客 其中两千八百万是大陆人 这大陆人来啊 包了 这条街都被包掉了 饭里被都包掉了 大陆人要生小孩呢 他到香港医院去生小孩 生完他就去香港的居留症 所以最近很多 突然台湾呢 他最爱台湾现在 因为台湾 香港的居住空间很小 他讲香港房子卖了 把那个钱到台湾来买 可以买加一倍的房子 还有台湾医疗设备很好 所以现在突然台湾呢 变成香港的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上个月有三千八百个香港人 离开香港 到哪 大陆到台湾来 这以前是没有这个现象 就是大陆人太多以后 他发现了 这两者语言 生活习惯 价值观念都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 但是大陆有很多的问题 它有贫富悬殊的问题 它有所谓社会欠缺正义的问题 大陆有贪官污吏的问题 大陆的官吏那个贪污 或者是 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好像两年前 有一位高级官员 他有六个 叫小三还是叫情妇 他叫第七个小三 就拐在前面的六个 把那六个弄很生气 就爆发了 台湾哪有一个官员 七个小三的 大陆就是这种怪的事情 所以这些问题 加上我们台湾还有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大陆什么教都没有 几乎是没有 宗教力量非常薄弱 道德非常的欠缺 因为文化大革命 也不读古书 法律在定的不周严 你讲社会进步 社会正义 尤其是正义的问题 最欠缺 所以我认为 台湾跟香港要有点稚气 我们不要每天研究什么 要独立了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他们大陆也是我们的阎皇子孙 你爱好 你不爱好又不能搬家 你只要逐渐地改善它 台湾在这方面软实力 巧实力 总比大陆好 所以我们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 这个不要再吵那些政治上的 不能解决也不可以解决的 不能解决的事情 然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只要我们不独立 我们继续把我们的自由民主 弄得更完善 我们司法更公正 社会更和谐 更有正义 这种细水长流 一定可以逐渐地感化大陆的人民 当他们欣赏台湾的时候 那两岸的关系就平稳 倒也不一定是统一 合并相处也可以 也许三十年五十年 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这问题其实不要谈 让它自然水到渠成 它能统一就统 不能统一就算 这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台湾呢 那么这个媒体在这里面 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在大陆最近我发言 我就这样讲 我说你要真跟我新闻交流 因为我是像一个电视台的董事长 我兼公事跟华事 我说以后啊 我们台湾的学生在大陆演讲 我说我们的报纸 我说报纸 每天有一版的大陆新闻 请问你有没有半版 不要说一版 四分之一版的台湾新闻有没有 没有 我们台湾人在大陆发言 学者专家讲话 因为从来不登 可是大陆学生在台湾都等 我这是要玩真的 你要真心对我 平等交流 你不要把我当作对台工作 想得给我洗脑 我说这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的书在台湾可以出 在你大陆就不能出 书不能出 为什么你们的书在台湾我们可以印的 可以在我们书在那儿就不可以印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选举 你不能用选举呢 为什么大陆的报纸都是官方的 没有一个民间的报纸 我记得我在台湾在1988年开放报纸的时候 1月1号 到了2008年没有人问我 没有人来采访过 因为我们觉得很平常 像年轻人 年轻人可怕不知道我们开放过报纸 可是很奇怪 我记得两个大的报纸 南方都市报 在大陆最有名的报纸 在广州 他打电话访问我 我等了半版 我就很好奇 台湾已经没信 因为他没有开放报纸 其实他也是 所谓相装五件的 志在佩公 他等着半分是给北京看的 你怎么还没有开放报纸呢 用我的话 来给他的政府压力 否则他等着都干什么 一直问得很详细 怎么开放的一步一步 可见 公道自在人心 大陆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陆知识分子还是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不要去自外与中华 要我们的国文的水准 我们这个国学的教养 各方面 否则为什么我们的歌星 我们的导演 我们的编剧 你知道吗 台湾每一个作品 稍微有名的 大陆都开过研讨会 不要说余光中的 习慕容 什么三毛 什么杨慕 在台湾不一定讨论他的作品 在大陆每一个都在讨论 因为这些作家的反映是一个整个五千年累积的文化的深度 和内涵就在那里面 你像余光中的诗 这也是像习慕容的诗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但是你假如今天没人搞台独的话 我要跟你一批死活 这个早晚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后啊 政治的势力 就是一个中华就是 就是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国民 不要再改它 那么两岸呢 不要互相 我认为应该走向这个文化交流 而文化交流最重要就是 新闻的交流媒体的交流 还有一个教育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 我是主张整个的开放 我们现在已经少子过 很多的私立大学生 大概在隔二三十年 就关门一半 开放给大陆学生 当你把他的 教育他的儿女的四年以后 他本人他的父母会感激你 你知道大陆学生 多缺大学吗 大陆一年是一千万的高中毕业生 能进大学只有六百万 四百万进不了大学 进去的大学 很多是不如台湾的水准 我们这边 又是不给奖金 又是不准打工 不准这个 不准那个 而且来留学 他一谈了个恋爱 要结婚也得把他赶走 你怎么可以结婚 那我们在 我也在美国留学 结婚 在美国结婚 就把我赶走的事情 这是人权 这些软实力 你必须要感动它 它才不用它的飞机大波 来对准我们 那么这些事情 就是媒体还要继续加把劲 就是观念的灌输 沟通 形成共识 那台湾呢 就不会内耗 那台湾就会有希望 谢谢今天过来的机会 吐吐我的内心的苦 这些快乐 下面还有点时间了 是不是请大家批评指教 谢谢各位 刚刚我们的主办单位说 你们门前有这个 你这个桌上有这个 你们可以按着这个麦克风 是这位小姐 好 非常再次感谢 刚才上次了精彩的演讲 那最后我们留一点时间了 做双向沟通 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请您举手 然后我们请您发言 然后我们有桌上有麦克风 好 请 主持人 然后洪先生你好 还有邵先生你好 我是 我的名字叫肖山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参加 这个 我的名字叫肖山 那因为很久很久都没有在台湾 到大概12个月前 才决定从德国回到台湾 那今天是真的是自己忙的当中 来听到加强一点点 充一点点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感言 跟那个少局长 你讲的东西很没头 我就把它讲出来是这样子 因为我从1989年的8月份 就是天安门的那一年到德国去 也就是柏林围墙的那一年到德国去 到2012年的12月份才回台 那原则上是因为我自己认为 我不知道回来台湾干嘛 可是我从德国待了24年到巴黎以后 他们发过人说你们台湾那么漂亮 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说回台湾干嘛 不知道做什么 后来我就发觉真的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做 那回答台湾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少局长你讲到的是这样子 我在国外看到了很多东西就是 我觉得外国人看到台湾其实是一体的 不管我是台湾人不管我是中国人 他看到我们台湾人 他决定是认为你是中国人 而且越来越多的现象 如果您说您是台湾人的话 你可能很多东西你都没有了 但是你说你是中国人 那你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在这里 那所以说我觉得很大一个 请大家保持一个大中华的想法 然后这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让我感觉到一个很大的深处就是 我会跟他们外国人讲说 其实我们台湾就是一个 欢拉会火柴棒 很多东西你别跟他小 他这样一闪 他搞不好只有一秒钟两秒钟 但是这个带来的火化非常的大 那我们台湾这么小真的就是如此 很多你一点来以后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说很多外国人 德国人 法国人 英国人 很多人在世界 直接想跳中国大陆 根本没有想到台湾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很多东西 请来往台湾先看看 然后这一点的话 我也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后再拿回到 社会局长你讲到的一些很多历史观 我觉得也是从禁很多很多的禁 不管是暴禁党禁教统每一种禁 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才会慢慢的跟着我们台湾来学 我们台湾走过的路在禁止开放以后他们会慢慢的学 经济发展以后他们也会学 我们台湾的一些民主自由以后可以人谈的时候他们才会学 然后我们台湾的力真的就是一点点而已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台湾做好的时候他们才会学 有一点很可惜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明明讲到就是说很多 真的我也有这种概念 我们现在电视台 太多都是中国大陆的片子很可惜 我自己看了我就很伤心 除了大情地委外 其他我觉得没有一样可看的 很可惜就是这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觉得台湾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东西 然后就去拼命买人家的东西 有一天我们连根都没有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像 很多我们台湾那么多人才 老的人才都被挖走了 我们其实可以是把那些老的人才 把那些让他来教一些新的人 让他们来传这些东西 等于就是说 好你中国大陆你来这里挖了 没有关系我们继续教我们的老前辈 带领我们的小长辈 小 就是青年的新进 带新进 然后我们的一直一直这样发展 好我们有永远中国大陆 我们有那么多人才 一辈 一辈带一辈 然后我就不怕你挖 尽量来挖 尽量来挖 越挖越挖越好 就好像苹果跟其他的一样 你就跟着我后面一直这样跑 我们台湾是有这种能力的 而且我们台湾就是像少局这样讲的 我们自由 我们就是自由 你来这里欢迎你来 然后没有错 这个是我自己是在德国读了 而且我再来读书 说他也对我们相当理喻 我同样我都没有交过学费 所以你看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就把他们的我好的东西也一定 把我们观念带回台湾 这是一个文化上最好的一个 这是一个最好的策略 而且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一个感觉就是说 如果我们公共电视或媒体来讲的话 他能够多做一些有关于政变上的 然后大农合 然后我除了这一点 这是两岸的关系 但是我又还有另外一种期许 在公共电视或在媒体院 我觉得媒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但是请你把这个工具 不要只放在两岸 而是你要开放到全球 让媒体变成是一个镜子 照射到欧洲、美洲、每个地方 不管是经济、不管是科技 不管是每一层层面的一个反射 可以这样说到吗 还没有别人 好 请你提个手好请 那我正常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海上两岸都大陆 跟我们台湾那真的差距很大了 我说差距很大了 我们也很希望大部分的话 能够来我们台湾 但是我们所了解大部分的很少 因为他们进步不用太多了 那不是说大部分小部分 你完全讲错了 他根本不需要台湾 我刚才好不好 那我的重点是这样子好不好 我的重点是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你是公司的董事长 那我希望做公司做个平台 那你刚才也知道就是我们的软实力 好比说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教育 或是我们的就比较持久的话 那我希望就是说公司是个平台 那平台大陆有很好的节目 就好比说像百家展堂 很好的 请些历史学家、请些专家 来看看这个历史的事情 这也蛮好 我很希望就是说有个历史的平台 可以两边都或者叫你来就叫你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别 好 这位先生 然后再你好吧 OK 您好 那位董事长 您刚才说讲的都是很正面 而且您是决定是 把这个媒体啊 融入在历史里面啊 长得非常非常的透彻 再有一点啊 我不太了解的就是说 刚才董事长有谈到就是说 百姓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也承认 但是现在已经被媒体污染了以后 请问董事长您要怎么样子才去解决 第二 现在你既然是媒体的工庆 现在有很多媒体人 利用这个自己的媒体 在那里 把这个工庆私用 您应该要怎么样子 来去纠正 就像现在 我可以大胆地讲 一个余美人 一个吴淡如 吴淡如 现在才发生的 他自己本身在节目 自己有主持节目 他把他私人的自己 拿到节目上来 来做 就像这种 我想请问董事长 我们媒体应该 在整个情形之下 可以对他们有一种 节制 我说一个简单回来 时间的关系 还有这样 请别人指教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报纸是你买的 电视是你看的 假这个报纸是乱七八糟 这个电视是乱七八糟 最简单的办法 你不买这个报纸 不看那个节目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当大家都不看这个报纸 都不买这个电 都不看这个电视台的话 他广告就不下来 这个民主守卫只能这样 你不想以前把他抓起来 关起来 这个不行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可是你别忘记 这种耸动的 这种不识的媒体 他最后还是会倒下来 这个我想 我想大家会看得很清楚 你 欧阳师姐 好 那位谢谢 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国家的染色力 到底是怎么样去发展 怎么样去发扬光大 因为尤其是媒体 媒体的售备功 要进步 要公益 要正义 到底我们的媒体 以及我们国家的染色力 是什么东西 哪些染色力是真正需要去发扬光大 哪些国家的染色力是最好的 那台湾有哪些染色力 需要去开发去进步 去做更对国家有更有贡献 对社会更有发展 甚至对大陆更有启发性的作用 谢谢 开放越大的话 对大陆影响越大 你像美国是个最好的例子 美国是留学生亡国 全世界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 大概一共有八百个诺贝尔得奖金的得主 美国一个国家就得了三百多座 而这三百多座 是纯粹的单纯的美国土生铸长的 美国人得不到一半 另外一半都是世界各国的人才 到了美国留学 然后居住 然后发展 他就变成美国人 就是会百川以成大海 假如说今天台湾呢 要是说尽量地开放 让他们尤其是观光客来 但我认为这观光客时间太短 我认为是开放留学生 这个美国 我刚刚已经讲个例子 美国一个国家能得到 八百个诺贝尔奖得了三百多座 而三百多座其中有一半以上 是世界各国人才到美国 就变成美国人了 假如将来我们说大陆 29省市学生都到台湾来念书 不是一次 一起 就是一年来个一两万 当他回去 二年下就累积了上百万的 曾经留学过台湾的 爱台湾的大陆人 这两关就解决了 所以这一点呢 我是觉得我们要开放 可惜现在开放实在是不够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当然假如说能够下一步 要是我们台湾的暴力 都在大陆发行 我们电人的节目可以下载 但是这一点中国是控制的 它不会 但是教育它的学生 他愿意 因为他觉得 我刚刚讲过的 一千万的高中毕业生 只有六百万能进大学 有四百万进不去 也就不像我们台湾这么好的大学 为什么不开放 以美国的例子 美国之所以变成世界的第一千国 它是天下是英才而较之 然后再留在美国 我再举我个人一个小例子 我到美国去留学 美国芝加哥大 给我四年奖学金 我念美国历史美国政治 从我拿到博士 他给我四年 就还在美国教了十四年的书 回台湾教了三十年 都教美国历史美国政治 他是不是 对他真是 占尽了所有的好处 这就是一个开放的心灵 假如他不够四年奖学 我怎么可以去念美国历史美国政治 我在台湾是念不到的 这不是只讲美国历史 理工物理化学任何学问 它是开放的 所以美国这种做法我们应该学 这种是战略的思维 我们现在要广街善缘 还有像我们这个慈祭的 佛光上的大陆去 这都是感化人心 你像这个慈祭到大陆去震灾 去盖学校 去东令发放 别忘了 其实这像佛光山 法谷山 慈祭 跟中台禅士 都是大陆的法师到台湾来 开枝散业 然后再回流到大陆去 这是爱的回流 我常常跟大陆人讲 台湾的宗教也是大陆的宗教 所以才能够感人 就是民间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少谈 那不可能 但就是民间 就是台湾 光光过来到台湾 将来东看看西看看 他就发现 台湾是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 我觉得我们政府 老百姓信用到开口 尤其是政党 不要逢中必反 这个没有意思 不要加强双方的敌对的关系 是政府 党对我们是有敌意的 可是党 政府也离不开民意 所以我认为 台湾哪一个团体的大陆政策最好 就是自己的大陆政策 所以它能够在1991年 到华中去正在二三十年以后 它是大陆唯一承认的境外的基金会 它可以在苏州各地方面 很多的组织 这就是一个民族情感的回流 当你善待教育他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谈不拢的 我希望我们下一代谈得拢的 不要把这个恩怨一直延续不断下去 你看德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刚刚这位刘德的人 当年西德对东德好得不得了 文化的经济的各方面 经过二十十年下来最后统一了 没有留学 我们这三个分裂的国家 德国是分裂的 韩国分裂的 还有中国大陆是分裂的 可是德国最早统一 也没留学 而我们到现在一个中国就吵了个 三十年也吵不清楚 那韩国更好 比我们更落后 他两边都主张统一 结果也不见面 也不来往 我们虽然没有统一 见面的来往很多 所以我们还是比 还算是 当然不如德国那么成熟 那么有智慧 德国其实是很现实的民族 很实际 不是现实 很实际民族 他说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所以东西都是国家 大陆就是不肯接受这个 他一定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为了一个国家吵了三十年也结束不了 德国很简单 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我们好好的交流 沟通 最后他最大同意 所以我在1999年 第一道大陆去开会的时候 我就讲德国模式 中华人民国是存在的 中华民国也存在的 你必须 两岸关系的感觉 以接受中华民国为前提 我本来就存在的吧 又不是假的 他就是我们不存在 好像中华民国不存在一样 那上次陈云林见我们马 马总就叫马先生 这物实吗 他是马先生而已吗 所以这是我们 我们这个民族啊 非常的 我认为是没什么太大智慧 这方面 德国人实实求是 而且两个东西德都在联合国 南北还都在联合国 可是我们就被赶出来 假如中国有智慧 他主动建议 中华民国也到联合国做会员国 在他的提议之下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到时候去还是不去 去好像送给我们 那不去又想要 那反而问题变成我们的 可是他在这边兼闭亲眼 为什么会有台湾共和国呢 台湾独立 因为你每天打压中华民国嘛 所以我常常跟大人讲 我说你到底想清楚啊 你是要中华民国 还是要台湾共和国 你要哪一个 我说你每天打压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打垮就是台湾共和国 你要那个吗 他好像也不要那个 我说那你就不要打压中华民国 那我们好像讲有人对 就不讲话了 这个就不谈了 时间大概 还有没有最后一位好不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没有问题 请不要客气啊 你来跟我们上台 这位你 这位 谢谢少师姐 那我刚刚想到 你刚刚说德国是 很务实 很务实嘛 那我们更务实 跟他一样 可不可以一国两党 这样就好 一个国民党 一个中共 一国两党 谢谢 我跟你讲 我是赞成 中共不会答应 是 我们是中国人 你下次有机会跟他讲 我们就是中国人 谢谢 实际的 台湾也是从中国过来 谢谢 这样 我有一年跟这个 唐淑贝在谈话 他是国台办的副主任 我是政大国际关系中心的主任 也是国统会的研究委员 就谈这个 他因为他是职业习惯的 找到台湾人去 他讲一大堆反对台独的这种 等于是固定的这种说辞 第一次听了我没有讲话 第二次听了我说 唐先生 你不要太小看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 这什么意思 我说我们的日月潭 我们的阿里山也是你大陆人的阿里山和日月潭 你不要忘记哦 你的西湖 你的长江也是台湾 台湾的中国人的长江和西湖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这什么意思 我说你不要太小看我 我说假如有一天 你们要开放选举国家领导人 我们台湾人可以参选的话 我说毕党 我说开放一下跟你讲 我说马英勇同志 跟你们选国家领导人 他吓一跳 我说没有人跟这样讲话 他说这什么意思 我说我这几个字 我跟你说 是角入中原共治天下 你别由我自己当台独为满足 你太小看我了 我说我志比天高啊 他已经下大跳 从以后他再不跟我谈台独的问题 所以我说我们台湾人也要有点志气 这个中华 中国也不是他的 这个中国 中国是五千年来的中国 他只是1945年以后 149年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文化也不是他的 他也不是独占 所以我们就 人家每天就是我就是台湾 台湾好像 我就太自贬身强 但是 我是不接受共产主义的一个人 所以这一点 我们的立场还是要坚定 好吧 好 我能不能再问你 是 是这样子的 我能不能就是说 其实蛮期望国内的媒体能够 我们不管是台湾 中国大陆 我们手牵手 然后我们一起来 把那个经济建设 或者是把它建设好 然后一起去跟一些欧洲人 来做一个共同的竞争 这样会是比较好一点 如果我们自己都耗在能力 那媒体有没有可能做这样一个动作 那就是我们其实把中国人 大中国全部加起来 然后去跟其他人 来做一个这样子比较正面 这样 这个很多年就有一个主张啊 我们采取欧盟的模式 就是European Union 就是说我们都是欧盟的会员 但是里面每个会员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是邦联 像大英国协 他都是大英国协的Members 但那每个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说邦联制你可不可以考虑 我问了二十年 只有一个人同意 其他人都没人同意过 谁同意呢 汪道涵先生有一天 他突然同意了 他这样跟我讲 他说邵先生 他看我这人也不是搞台独的 也有民族情感 他说这样好了 我看啊 两岸关系这么复杂 干脆啊 我们大陆跟香港是联邦制 重要的地方 我看我们大陆跟台湾就是邦联制 他一听啊 他一讲完他看我 他说邵先生 这是我个人意见 你不要过出去讲出去 这么有智慧的人 我碰这么一个 所以我这一天在回忆录里 我就把它写进去 这个 我觉得像这样有智慧 就是先邦联 假如有那么一天再联邦 美国就是这样 美国最初是邦联制 Confederacy 最后才变成Federalism 美国就是这样子 好吧 我也慢慢来了 谢谢各位的光临 周末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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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